小男孩 荷尔蒙 小男孩 荷尔蒙从小的时候 他就喜欢 打打杀杀 而我们小时候所说的教育 地雷战 地道战 地雷战地道战都是 八一场拍的 地雷战那个 那个 制片人编剧 的女儿我认识 现在在 夏威夷珍珠港 她一会怎么嫁到美国海军去了 就在珍珠港里边开一个古董店 她那古董店 她也老了 你想我都这岁数了 是吧 就对利益不是 就没什么劲了 她就想把那古董店给盘出去 盘出去就是给卖了 就是让给别人 她弄不了了 我去过她那店 她店里还有什么二战的饭盒 什么东西的 她知道我 知道我打打杀杀的 我第一次去中东的时候 我才见着真正打仗的东西 因为中东啊 是地中海啊 欧亚非三州交界的地儿 你说最重要的河 苏伊士运河 你说世界上最好的海 地中海 最好玩的 亚洲非洲欧洲 就在中东弄在一起了 不管是穆罕默德 伊斯兰教 耶稣教 什么摩西 就所有的神都是那是生的啊 希腊 罗马 宙斯 嗯 我到那才第一次看见打仗的东西 啊 我去了五次 伊拉克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 驻伊朗大使 驻伊斯兰大使 驻伊斯兰大使 驻伊斯兰没大使的时候 我就驻伊斯兰 以后中国才有了驻伊斯兰大使 第一任大使叫林真 我记得他爸是林什么的人 我就弄不清 嗯 肯定不是林彪啊 啊 那个时候我就 我在伊拉克 伊拉克大使叫郑大音 跟我特别好 海湾战争之前 嗯 呃 我就认识他啊 他有俩女儿都特高 一个叫郑时 一个叫郑旭 他媳妇也特高 叫李忠 是外交部四大调研参赞之一 还有那几个调研参赞 是谁 我记不清了啊 都是 那就是调研参赞那种 都是公使贤的 好像出去就能当大使 后来都是李大使 大使跟李中都喜欢我 那时候我洗胶卷 冲胶卷啊 在哪 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的游泳池里边 因为没有水 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是1月17号 你想想那水得有多凉 伊拉克纬度跟咱们这差不多吧 冬天啊 伊拉克下雪结冰的 我就在冰里 冲胶卷啊 没电 那会儿 然后 呃 当时没有 大使后来有一个翻译 叫长华 是现在中国驻伊朗的大使 他是外交部摄影协会的 青年摄影协会的主席 还是会长 海湾战争以后我就没见过长华 嗯 长华的媳妇是新华社一个 呃 特能干的一个记者 忘了叫什么了 是猪贝鲁特的 也属于老了不疼 舅舅不爱了 那人什么都会修 会修车 会修相机 呃 叫什么来着 他女儿嫁给了长华 我说的都是三十年前的事 所以我现在稀里糊涂 嗯 稀里糊涂 嗯 那时候我冲胶卷就都是这个相机见证了我的那些事啊 这不是工价相机啊 这是我在伊拉克买的 嗯 你看 美联社 嗯 我就说当时的相机啊 特别复杂 特别复杂 这些功能我就不说了 我只要一拿出 你看看F3 为什么我留着这个呢 不是F3 F3P 你看F3是没有这个热靴的 这有热靴 啊 他比普通 你看F3有8点不同 啊 我这有9点不同 除了第8点之外 第9 我是从在伊拉克 巴格达 从共和国卫队手里买的 美联 没收的美联社记者的 所以这个 太沉 现在太沉 这电池都过期了 没法使 现在可能也不造这个了吧 这都属于 我觉得这笔莱卡都珍贵 那时候中国驻伊拉克 伊拉克大使郑达雍呢 大概50多岁不到60岁 就是我这岁数 嗯 啊 这是我的伊拉克 这是 这是那个 那个什么叫 拉马丹 给我的这个腰带 共和国卫队啊 现在共和国卫族没了 那会儿牛逼之急 我在伊拉克到处跑 就别人的腰带 人家一问 我说这都是拉马丹给我的 他一看外国记者 中国人 记着一个 他们共和国卫队的腰带 就对我肃然起敬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 郑达雍那会儿也记一个 为什么他肚子 他老说早上一吃饭呢 得得得节食 我当时还不懂 我节什么食啊 我吃多少东西都没事啊 那时候我瘦 现在我知道了 我也记腰带 这腰带是中国 现在中国都出口 这是中国特警 这是谁给我的呢 不能说 这人一说 全世界都知道 这人已经蛇了 这人当普通警察的时候 在东北 某地儿 某地儿 某派出所 后来是副所长 他曾经是公安部十大优秀警察 忘了 记这个门 家里边 尿频尿急尿不静 出去不行 家伙大一下脱颖而出了 他给我的 这人可不知道在哪 现在 但腰带气在我这 他还设计这种东西 所以我这个 我在伊拉克时候用的是尼康 那时候是尼康的巅峰 尼康不大相信自动化 他都是手动的 你看这大头 135 2 这就所有的名字 那会儿胶卷啊 感光入地 你看这都摸得露蝗虫 现在呢 没人再用这东西了 EOS1都不懂 EOS1DX我都不用 我一直用这个华为 华为之前用苹果 苹果 因为我是 我30年在家里病病歪歪的 但是我特愿意去伊拉克 特愿 所以我就破坏外事距离 去过伊拉克 去伊拉克呢 是 那时候是 中国有一画家叫袁锡坤 专门给外国领导人画像 画完了就让外国领导人签个字 他就找到了当时的外交部 礼宾司长鲁培钦 说你能不能让萨达姆给签个字 萨达姆 鲁培钦说 这事不成 这事得到住 得找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 郑达庸 是我北大师哥 就刚才我说 布琴上勒这个的 那时候 他有一个 那个LC80 孙田 然后呢 他说 这个违反外事纪律 有一个人 他老违反外事纪律 叫唐老亚 然后袁锡坤 呃 画家袁锡坤 呃 他是政协常委呢 袁锡坤 外交部 李宾司长鲁培钦 中国驻伊拉克 大使郑达庸 就说老亚有这么一事 你敢弄吗 我说我他妈什么不敢呢 我就把画背到了伊拉克 然后萨达姆就在这签了一个字 现在这画挂在金台 金台艺术馆 嗯 后来我就被双开了 双开了 这个 呃 可能这个谁 这个 袁锡坤都不知道我被双开了 因为我惨事不能告别人 你是爷们吗 就不告别人 就这种九死一生的经历 就让我认为 一会儿没准一颗枪子就弄死了 嗯 所以就有话就说 有话就说 怂人 小人就听不进去 你看这几天 我手里换了三个画背了 嗯 呃 第一个是P40P 第二个是银的 银的那是特别好看 为什么呢 他现在这叫什么曲面屏 看起来是蓝色的 特别好看啊 银的 小女孩都喜欢 小玉手 冰淡淡小手 小红尸 直接 小黑直接 一捏着这个 哎呦 整个就 但我是战地记者出身 我要去拍照的 我宁肯要黑的 嗯 我要不发光的 然后这个就是黑的不发光的 嗯 而且是香皮面 黑的不发光 香皮面 什么才会这样的 又回到海湾站 你看 尼康F3 还有我那莱卡呢 莱卡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嗯 只有这一档次的才是黑铁一块 黑铁都不好 黑铁都给人感觉发光 应该说乌铁一块 乌铁一块 沉 我为了怕 舍不得心呢 我给加了一个 呃 原厂的塑胶套 你买这个手机 他就给你这么一套 这套 紧 紧 说完套 说紧 你看我这 卖片粥也干了 我这个 我这个 我靠奶也凉了 紧 我靠 紧 就是 真的是 那个 就是 都是